胆囊炎的一案分析 那么胆囊炎呢实际上是一个临床上很常见的啊 肝胆肝胆系的一个疾病 那么但是胆囊炎如果是急性发作的时候啊 它的疼痛啊确实是很疼 而且呢严重的时候啊影响这个患者的这个休息啊睡眠 给患者呢带来一些这个多的这个精神上的压力 有些患者呢这个胆囊炎很重啊 反复治疗效果不明显 这个时候它更加的导致了它这个心情的郁闷 今天呢我们来看这个患者的案例呢 是一个男性 他是56岁 他这个胆囊炎呢是一个慢性胆囊炎啊 能有这个十几年的病死了 那么最近一个月呢这个胆囊炎发作啊就加重了 那么他这个胆囊炎实际上也是经过了多处的这个求医啊治疗啊 但是总是反反复复时好时坏 那么来我这个时候啊 它的主要的症状啊就是这个右上腹啊痛 这种疼痛呢是那种闷痛都有 然后又带着右肩疼 然后呢他就是睡眠不好 睡眠不好啊一到晚上这胆囊炎发作 影响到他的睡眠了 早上起来啊口干口苦 再有呢就是大便啊 他不太好啊 大便总是不成情啊 大便吸糖 那么擦擦舌脉呢舌淡红啊脉悬细啊 这是有点愈热的一个表现啊 悬的脉我们说这个是肝胆这个一个主脉 所以从他这上面这个症状来分析啊 胆囊炎引起了这些疼痛的症状影响了睡眠啊 口干口苦呢是肝胆愈热肝火上炎呢 热灼金伤所引起的口干口苦 然后呢这个变糖呢是脾胃虚弱啊 脾虚的时候不能运化水湿啊 湿邪下注出现大便的这个吸糖 中医辩证啊主要就是肝胆的愈热 但包括肝胆的湿热也在内啊 然后呢脾虚湿液啊 这个湿气呢不能运化出去啊 脾乳运化水湿嘛 然后呢治疗呢我们就酥肝利胆啊 健脾利湿 那么用的放药呢就是柴湖苏肝散啊 合上阴神奈厚汤 那么柴湖苏肝散呢 主要是酥肝啊 礼气啊 苏肝解瘀 然后呢再加上这个阴神浩汤啊 清理肝胆湿热 同时呢我们再稍微加一些啊 健脾的药物啊 像茯苓白猪来这个帮助他这个运化水湿 那么这个患者呢 在用药啊不到一周啊 这个时间啊 他这个上腹痛啊 和这个右肩痛的这个症状就明显减轻了啊 睡眠也改善了 那么在巩固了两周的时间之后啊 基本上这些症状完全消失了 那么我们说这个胆囊炎呢 它是一个很容易反复发作的这个疾病啊 所以大家是如果有胆囊炎啊 一个是注意情绪啊 不要着急上火 不要老生气啊 不要劳累 再一个呢就是饮食上注意啊 不要吃一些这个油腻的啊 辛辣的食物 好了